天下同床异梦的夫妻虽然多 但是为了个人利益 连离婚这件事都要精心策划的人 是否令人毛骨悚然呢? 他是经常拉着原配遭康妻 在媒体面前秀恩爱的男人 也是背地里跟妻子以假离婚为由 成功牵手小三的伪君子 他就是汤志伟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汤志伟的故事 提到汤志伟这个演员 90后和00后或许会感到很陌生 但是作为一个台湾演员 他真的没少拍戏 当年他参演的几部剧 热度还是蛮高的 例如追击三人行大运 家有先妻 京城四少 痞子英雄等影视作品 他都曾在剧中扮演过角色 给内地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很多期时 80后的青春回忆 1957年7月27日 汤志伟出生于台湾一户家境殷实的小康之家 汤志伟快满一岁的时候 台湾的局势相当紧张 金门炮战被载入历史史册 汤家在给小宝宝庆生的同时 夫妻俩也暗自下决心 一定要让孩子有一技之长 无论将来局势如何 都不能让儿子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成为为他人做嫁衣的可怜虫 1966年 汤妈妈在追一部热播剧 是根据穷瑶的作品《烟雨萌萌》改编的 望着妈妈对着电视机 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好伤心 九岁的汤志伟满脸担忧 问妈妈为什么伤心 电视机里那个长得很漂亮的阿姨是谁啊 汤妈妈说 她是大明星哦 她叫龟亚雷 哦 明星是什么 明星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人啊 妈妈 我也想当明星 好啊 以后有机会妈妈一定想办法让你上电视 彼时的汤志伟还小 并未料到六年后 她跟电视上那个漂亮的阿姨会在一起拍戏 当年年轻貌美的龟亚雷 正是凭借扮演陆依萍这个角色 捧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大奖 那个时候龟亚雷并未料到 有一个叫汤志伟的小男生 将他视为楷模 在不久的将来 跟他一样捧到了金马奖 小小孩童 懵懵懂懂的觉得当大明星 被很多人喜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既然儿子想做明星 汤爸爸和汤妈妈一边留意身边的人脉关系 一边培养儿子表演才能 但凡有上电视的机会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满足儿子的愿望 1969年 12岁的汤志伟在父母的助力下 凭借精湛的主持功力 被台式选为青青幼苗 和儿童新生的小主持人 狮子做小男生的霸气外露 出现江湖 因为在综艺圈展露了才华 汤志伟也受到了影视圈导演的偏爱 同一年 他就接到了五部电视剧 两部电影的戏约 吊打很多跑龙套的成年男演员 电影方面 《为你心碎》是他的处女作 之后又跟大明星柯俊雄丁沛合作 出演了东南西北风 电视剧方面 他在《情人谷》 《好爸爸》 《向日葵》 《七色桥》 《好搭档》当中 都有不错的表现 一个年仅12岁的小演员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一样的长袖善舞 左右逢源 过于早熟的事故与圆滑 为将来发生的一切 埋下了伏笔 1972年 电影《天伦乐》的导演 愁拍这部电影 除了邀请道归亚磊 柯俊雄 甜妮 岳阳出演主角以外 对于戏中一个小演员的扮演者 颇为惆怅 这个角色虽然并不是主演 但是戏份却很重 他是贯穿整部剧情的关键人物 天伦之乐 顾名思义 小演员要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亲子氛围 成年演员能做到表演的恰到好处 但是小演员却未必能做到 这个角色只能找一个表演经验丰富的小演员来演 纵观整个台湾鱼圈 这样的人物 凤毛麟角除了汤志伟以外 似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彼时的汤志伟已经有了三年的表演和主持经验 在控场和调节舞台气氛方面已经小有心得 听说要跟那位当年让妈妈哭鼻子的大明星合作 汤志伟开心的一夜都没睡着觉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是在影片成功上映之后 由于汤志伟的表演纯净自然流畅 质子可爱的一面表现得纯真美好 凭借这个角色 当年收获了大批妈妈粉和奶奶粉的喜爱 汤志伟在16岁那年 一举夺得第十届金马奖最佳童星奖的殊荣 有了奖项的加持 汤志伟的资源也越来越好 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奔波在各个补习班之间 汤志传放学后穿行在各个剧组之间 导演、摄像师、灯光师、化妆师 这些平常百姓很难接触到的 对于他来说 是在平常不过的社交场合 如何取悦镜头间的观众 他深谙此道 1981年6月 汤志伟从广播电视学校毕业后 入伍当兵 退伍之后继续在电影学院深造 稳扎稳打的步步为营 为自己的星途铺路 1985年10月 汤志伟代表台湾青年赴美访问 回国之后继续在娱乐圈打拼 无论是综艺圈 影视圈还是音乐圈 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 这世间很少有全才 一个能写能唱 能说会道的全才 成为台湾鱼卷里最受宠的男明星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汤志伟的优秀 自然吸引了很多爱慕者 其中有一个女子 尤为出众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女孩子家境不错 虽然她是医生 但是却有一颗经商的头脑 这个女子就是黄秦玲 在黄秦玲的帮助之下 汤志伟的事业 不仅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在事业全盛时期 如同繁花似锦一般 越开越盛 男人立业之后成家 为家族开枝散叶 繁衍后代 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心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五十后们的思想大致相同 1994年10月25日 汤家娶心腹进门 没过多久 汤妈妈就抱上了孙子 这让两位老人家开心不已 在全家人的权利支持下 在媳妇的鼎力配合下 汤志伟的事业全面开花 汤太太的付出 娱乐圈里的很多同仁 都是有目共睹的 汤志伟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 跟老婆大秀恩爱 并且表示 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问题 谁都别想插足他们的婚姻 但是这世间的事情 就是这么奇怪 越是秀什么 越容易失去什么 幸福好似花朵上的露珠 经不起阳光的曝晒 这世间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个是阳光 还有一个就是人心 相濡以沫多年 同床共枕多年 彼此都以为会相伴到老 谁能想到 他们的婚姻 会毁在一个寡妇手里 这个女人比汤太太更加能干 精明程度不次于汤志伟 她就是台湾资深音乐人 马赵俊的遗孀郭美金 2007年3月23日 马赵俊因心脏病突发 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而在此之前 她的三女儿刚刚诞生没多久 郭美金一个单身女人 独自带大三个女儿 其中艰辛 可想而知 然而命运的吴晴 并没有碾碎一个女人 自强不息的脊梁 凭借勤俭持家 理财有方的精打细算 郭美金不仅将三个女儿 培养成才 还在45岁那年 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嫁给了52岁的汤志伟 别人家的老公 怎么跑到国家后花园了呢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据汤太太的伤心情史 回忆录中显示 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汤志伟跟太太说 自己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 为了不拖累太太 他们先办理假离婚 等到解决了经济危机 两个人再复婚 出于对老公的信任 很傻很天真的 汤太太自然不已有她 很快跟汤志伟 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离婚了 但是两个人依旧住在一起 只是让汤太太没有料到的是 关于老公的新恋情传闻 甚嚣直上 据台媒爆料 汤志伟跟黄秦玲离婚没多久 她就跟郭美金来往甚密 当被媒体问到两人是啥关系时 两个人都默契十足地宣称 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不过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被台媒抓了现行 汤志伟陪同郭美金 及女方的两个女儿 一起看《太阳剧团》的演出 行为举止 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样 当时因为座位问题 汤志伟还喊来工作人员问话 当工作人员赔礼道歉 对郭美金以汤太太相称时 郭美金并未提反对意见 听说过骗婚的 但是鲜少听说过骗离的 黄秦玲自知事情 已经无可挽回 净身出户 离开了居住数十年的家 连损失费都分文未要 也因此被媒体评价为 哀莫大过于心思吧 然而 魔高一丈之人 如同打不死的小强 2009年 离婚两年的汤志伟 娶了双居两年的郭美金 一个是离婚的男人 一个是一双单身女子 在法律层面上来说 一切都是合法的 然而在道德层面 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人生最怕什么 江河日下吧 台剧的凋零 让曾经风光一时的全才艺人汤志伟 只能跟郭美金合伙 开蛋糕房维持生计 凭借着娱乐圈的人脉资源 生意还算不错 乌吴启贤也经常光顾他家的小店 古早味蛋糕价格合理 吸引了不少食客 据说一位老者带着小孙子光顾时 只品尝了一口 就泪流满面了 说是想到了小时候吃蛋糕的味道 人生苦难 对于经历不同的人来说 各不相同 当某一天 笑着谈及那些伤心过往的时候 距离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也就不远了 而黄秦玲在离开的汤志伟之后 依旧过得很好 事业顺畅 日子幸福 能力出众的他 也没有因为遇到一个错的人 就一蹶不振 可能对他来说 离开汤志伟 或许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八十年代末的台湾娱乐圈 曾出现三位青春靓丽的女歌手 分别是依能静 求海正 方文林 三人组成的飞鹰三叔 曾给无数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伴随各自生活的开展 三人也是各奔东西 虽然三人至今仍显动灵 但最嫌弃的一位还要属方文林 年轻时候的方文林被誉为育女掌门人 近几年的时间 方文林虽然一直活跃在荧幕上 但作品并不是很多 不过她的小女儿奇葳 却继承了她的一波 签约高宇珍成立的经纪公司 成为妈妈的小师妹 4月12号 据媒体消息称 方文林含有现身 这次现身的目的是 为了给小女儿奇葳 庆祝23岁生日 方文林也在社交网上 分享为女儿庆生的感受 她坦言 拍戏NG就算了 拍照都要NG 我真的很容易被逗弄 笑到流眼泪 难怪于伟文可以加死蚊子了 从其话语中不难体会到 当天她给女儿庆生的画面 温馨且搞笑 而且还出现了小小的意外 据悉 当天一家人帮其微庆生合照的时候 两个女儿联手模仿 妈妈拍照时的模样和语气 使得妈妈方文林 既尴尬又高兴 被逗笑之余 她更是忍不住现场泪崩 据了解 方文林之所以这般失态 是因为突然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一转眼 两个女儿已经从咕咕坠地 变成了如今的青春靓丽 更直呼要珍惜与女儿相处的时光 曝光的画面中 56岁的方文林 就好似吃了防腐鸡一样 整个人的状态和颜值 一点都不输于女儿其微 同框画面就像是姐妹一般 一路走来 方文林其实很不容易 年轻的时候曾和王杰拍拖 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 然而王杰却对方文林始终存在质疑 认为她的出现不过是骗车 骗房 再加上公司的从中作梗 两人的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96年 方文林与余冠华结为夫妻 并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其优和其微 然而这段婚姻却在06年的时候 因为彼此的性格 以及各方面原因破裂 离婚后 方文林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 各种艰辛 相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大女儿其幽 虽然拍过戏 但因为天生害羞 如今已成为一名上班族 至于妹妹其微 虽然不害羞 但星途从目前来看 并不是很乐观 单身16年的时间 方文林也看见了人世间的繁华 对情情爱爱 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日子长了 也就不再去想她爱情 并将精力放在喜爱的演艺工作上 1986年 巨星刘文正 组建飞鹰唱片 方文林 依能静 邱海正 三位性格迥异的女孩 被其收至麾下 她为她们量身定做了合唱单曲 年轻的心 并她们一夜窜红 从而有媒体 将她们三人誉为 飞鹰三叔 或飞鹰三姐妹 而漂亮文静的方文林 尤其被媒体看好 甚至被称为杨林的接班人 1987年 方文林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不一样的女孩》 凭借甜美的嗓音 亲切的笑容 柔和的外形 俘获了无数青少年男女的心 并以新人之资 夺得金嗓奖 最受欢迎歌星奖 之后她又发行了 《送我回家》 《泡沫恋情》 《在世界放光芒》 《永远的菲尼克斯》 等数张专辑 同时也接拍了多支广告 和多部影视剧 1991年 刘文正突然结束 飞鹰公司运作 退出娱乐圈移居美国 事业如日中天的 《飞鹰三叔》被迫解散 三姐妹各奔前程 邱海正加盟上华唱片 以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开始了自己在歌坛生涯的鼎盛时期 依能静转千飞碟唱片 凭借流浪的小孩 人气持续高涨 同时以侯孝贤指导的好男好女 入围金马奖影后 90年代末 面对新人辈出 竞争激烈 老将黯然隐退的局面 方文林开始将事业重心转至影视圈 并且在2005年时 以电视剧《摩歇》 夺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方文林不但演艺之路浮浮沉沉 情感道路也颇为坎坷 80年代末 正当红的她与歌坛浪子王杰相恋 两人的恋情轰动了华语乐坛 刘文正得之后非常生气 要求方文林立即与王杰断绝来往 然而一向乖巧听话的方文林 当时却被爱情冲昏头脑 居然与刘文正争吵翻脸 甚至不顾刘文正的阻挠 剪掉了自己的一席长发 从而直接导致她的人气和唱片销量下跌 尽管她爱得义无反顾 但仍然未能与王杰走到最后 他们为何而分手 没人知道 只知道当时王杰曾说过方文林 不是我的女朋友这样的绝情话语 分手后不久 方文林与心迪同门师弟于冠华相恋 二人于1996年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没想到这个曾经令她觉得连呼吸都有默契的男人 却在2006年被媒体拍到出轨 导致十年的婚姻完完 2021年与女掌门人方文林 与前夫于冠华离婚15年 如今两人的两个女儿长大了 于冠华也在五年前再婚 日前碰到小女儿于其威22岁生日 离婚15年的方文林和于冠华为女儿庆生罕见同况 连南方现任的妻子也到场祝贺 画面难得 2022年 56岁的方文林和前夫于冠华离婚16年 两人的感情状况向来备受关注 然而近日 她竟公开邀约小31岁的鲜肉男星 主动开口询问要来我家吗 信息对话全曝光 原来方文林2018年曾和25岁男星徐涛合作演出电影大旗下 两人因此结为好友 徐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四年没见的朋友问他台北都阴天爷 要去台中吗 还有最近常见的朋友问他要去九份放空吗 徐涛都以好啊好啊四字爽快回应 但方文林也不是一直都和前任保持和平 2010年王杰录制SS小燕之夜时 突然在节目中怒指方文林骗钱骗婚 我和他只交往了半年 请大家不要再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 我的房子 车子 什么都被他骗走了 我在事务所等他 登记结婚 却怎么等都等不到他 同时 他还指责方文林私生活不检点 这一系列猛料爆出后 立即引发娱乐圈大地震 关于两人的陈年往事也再度受到关注 不过方文林随后却称 王杰完全就是在搏关注 而自己并非贪财之人 早在认识王杰之前 有印尼富商要送临海别墅都被他拒绝 又怎么会骗王杰的那部破车子 同时他暗讽 两人当年交往时 王杰不如自己红 因此分手时 王杰还曾以性命相逼 只为求他不要分手 关于王杰指责他 生活不检点 他则怒斥是无稽之谈 王伟中在节目 我说到哪里了 中专访了育女掌门人方文林 两人在2022年6月24日到26日 合作舞台剧明星养老院 唱谈明星甘苦 方文林坦诚 自己的心路不是一路顺畅 有两年甚至完全没收入 在经济压力下 他主动询问认识的经纪人 可不可以跟他签约 没想到被无情拒绝 让他真的很伤心 甚至在女儿面前无助哭泣 方文林说 后来他体会到 妈妈也可以在女儿面前脆弱 这些挫折 反而让我跟两个女儿更亲近了 方文林说 前几年因为弟弟过世 他心情非常不好 连母亲 姐看到女儿送上的蛋糕 都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以前很强大的他 变得很脆弱 好在女儿贴心照顾 让他开始想变强壮 决定跑步来发泄情绪 只是他一开始 偶像包袱很重 觉得在大家面前跑步很丢脸 只敢在家里跑 居然能在房里 从左到右折返跑上两公里 王伟忠孝说 应该每个楼下 都觉得自己楼上邻居是方文林 后来方文林爱上户外跑步 还自创佛系跑步法 验着阿弥陀佛跑十公里 让身体与心灵都改头换面 散发出健康自信的光芒 王伟忠问方文林 怎么看待感情 方文林坦诚 自己在爱情中受过伤 但从不后悔 而且他很感谢自己 愿意在爱情中成长 让现在的自己这么棒 被问现在女儿谈恋爱 会问他对象好不好吗 他表示自己从不给建议 只告诉女儿 每段感情都要好好体会 如果失恋抱着妈妈 哭一哭就好 开始期待下一个对象 王伟忠听了很羡慕 因为他年轻时 失恋了很难过 他妈妈只会说 失恋 我打你一顿 你就好了 不 regardless 不客气 不客气 没什么 an 那么 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